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来谈一下 最近很多裁员潮 看到了没有 全球的科技大厂都在裁员 裁到大家心惊胆战的 那我们今天谈一下 什么人哪几种人 哪几种行业将会被社会淘汰 2022年到2023年要转大运了 这个大运后面是下缘 九职火运的20年 火运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外表很华丽 内部是空虚的 所以其实大家心理压力是其实蛮大的 看起来公司都蛮好的 为什么忽然间就裁员了 就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被社会淘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被社会淘汰呢 好 浩义勿劳的人 很多人就是想说 反正无所谓 无所谓 对啊 对不对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那都挑轻松的做 有这么简单吗 你越挑轻松的 我跟你说 你的日子就越难过 真的 我常常看到那些好逸无老的人 像我这么老了 还在每天站站站站站站的 能够好逸无老吗 绝对不可以 好不好 所以你想用个脑袋瓜就可以赚钱吗 那你脑袋瓜比别人好上一百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只想依赖别人的人 什么叫做只想依赖别人 什么事都别人 这个都别人做 好 我就解现成的 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在工作职场上面 这个是他应该做的 那个是他应该做的 都不是你应该做的 都别人应该做的 这个是依赖别人 要不然说今天做好了 你就依赖他一下 这个好了好了 这个我后面的你收拾战果 你知道 你就 人家做好了 然后你又依赖别人 这个最可怕 你知道依赖别人的事情是最可怕的 我常讲你想依靠谁 靠父母 父母也会老 然后靠山吗 山会土石流 靠海吗 海会海啸 你想靠谁 靠自己最牢靠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做事丢山落事的人 什么叫做山丢山 老是忘记这个忘记那个 本来把它整合起来 就像说我们组合一台车子 你不能吊了一个螺丝钉 你不能吊了这个东西 那车子开不动了是不是 所以丢山落事的人是最可怕的 这种人就很难成功 为什么 因为你不注重detail 不注重细节 所以很多细节它是环环相扣的 比如说我们一台飞机要飞上天空 能够扫螺丝钉吗 不可以 对不对 那你说你有很多东西 螺丝没有把它锁紧 能够飞吗 能够开上马路吗 不可以 所以呢这些丢山落事人是最可怕的 你一定会被社会淘汰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有很多人就是纯嫉妒性 每天都嫉妒别人的成功 都没有想出别人付出多少努力 没有 那为什么人家机运别人好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会成功 他用很短的时间可以成功 为什么呢 他用很多的时间你根本不知道 对不对 有很多人利用晚上下班的时间 继续在思考他要做些什么事情 或者他去加班做些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 你知道吗 一个成功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 不管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 那为什么你看 店家的生意会变好 他研发新的产品 对不对 比如说他光是一个面包 他就要把它变成更好吃 那光是一个碗面线 他把碗面线煮的更好吃 他就是会变好 所以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是会被社会淘汰的 好只说不做的人 出张嘴巴 老板都不可以 讲句真的 出张嘴巴的人一大堆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那样 听起来很简单 这个你要真正亲手去做的时候 不是那么简单 对不对 好那很多人就只出张嘴巴 出张嘴巴就讲得很好听 华丽的言语 然后看到老板就讲好听话而已 这个最可怕 对不对 然后后面别人都是不对的 这是最糟糕的一种人 所以光说不恋的人是最糟糕 一定会被社会淘汰 你在这个地方得逞的 到那个地方不一定会得逞 来接下来 过于高调的人 很多人是很高调的 高调到什么程度呢 哇什么都是他最厉害 不得了的厉害 而且赚点钱 哇好像是他是 全天下没有他就是活不下去了 要高调到这种程度 很多 每一天都自称自己是女王 女神 或者自己就是神 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这个很神气的人很多 神气没有关系 但是过于高调你赚到一点钱 或者你被升官了 哇高调到不行 所以这种人也会被社会淘汰 因为大家会越来越讨厌你 第七个刀子嘴 这个嘴刀子太厉的人 讲话不留情面的人 讲话不留情面的人 一定会被社会淘汰 因为你会渐渐失去好朋友 比如说你同事也好 家人也好 动不动就是刀子嘴 没有那种豆腐心 不 告诉各位 刀子嘴不能讲豆腐心 为什么 他内心 他思考的 他脑袋瓜 知识思考的事情 他就是从嘴巴讲出来 既然从嘴巴讲出来 他绝对没有豆腐心 所以不要告诉我说 你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根本不相信那个豆腐心在哪里 一个慈悲的人讲话是很柔软的 比较低调的 而且比较不会伤害别人的 所以你知道吗 这种嘴巴利刀的人 一向以来都会受到别人 对你的排斥跟讨厌 而且你自己不知道 到后来你只有越来越孤独了 不懂装懂的人更可怕了 这个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要懂 唉 我看到这一大堆 我真的看到一大堆这种人 什么都不像我是不会 我就不会对不对 好英文念不好就念不好 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我不是天天在念音音 我不是英文老师啊 是不是 这不懂张懂真的不可以 好 每一个都是他最厉害 这个也他行 那个也他行 到后来什么都不行 一大堆的问题都会发生 这种最怕什么 这个轮胎我来装 天哪螺丝上不了 那轮胎给他装不是这个车子就要挂了吗 然后呢 这电脑我来弄 结果呢 把你电脑里面东西全部弄弄弄弄坏了 你不惨细细吗 所以呢我最怕这种 其实这种人呢在工作市场上面一大堆 一大堆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老板主管看到你这样不懂 装懂 还要喜欢这个争公为过 一大堆争公为过 不懂装懂还会争公为过最可怕 好第九种 第九种就是喜欢赚便宜的人 在同事之间在家人之间喜欢占别人便宜 这是要不得的 你越占别人便宜你觉得你得到吗 不会得到的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讨厌你 占一次便宜两次便宜就算了对不对 那长期性的占别人便宜人家会喜欢你吗 你朋友没有几个啦 你到后面的什么都没有了 你又跟人家合作吗 你跟人家出门 人家请你吃饭 吃三吃饭五吃饭 你连一杯咖啡都不愿赴钱 你想想看这种占便宜的事情 一大堆人 会比较好厉害吗 不会越来越有钱 我跟你讲大度的人 气度大人才会有钱 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你 好事情会找到你 因为人家会把那些好的事情 在你身上给你 真的 介绍好的case 甚至介绍好的朋友给你 通常都是这种人 如果站便宜站久了以后 你想你会有好的人跟着你吗 不会 那些有大度的人 有些是嘴巴不想讲 心里心知肚明 那慢慢就会疏远你 所有的好处就会离开你 好接下来 哪几种行业容易被淘汰 好我们在新兴行业里面 有看到很多人 就是喜欢仿冒 另外一种就是一层不变的工作 不愿意尝试新形态的思维 改善不良的积息 很多人有不良的积息 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你不要说我没有 我有对不对 什么叫不良的积息 比如说回家就懒了 躺在沙发就被电视看了 不良的积息 然后睡完觉以后 有很多人就出去玩了 但是我不是 我这个不良积息是短暂的 不是很长期的 这种不良积息是长期的 就是说你在工作之上上面 在家里面都一样 那我晚上 比如说我睡了一觉 两个小时以后 我会起来 我开始做功课 那就不叫不良积息 这样知道吗 所谓的不良积息 就是不愿意改变你的行为模式 好明明做错了 还继续用这样同样的方式 然后自己呢 好像学到一点东西就不得了了 哇天体像你最厉害了 这个不良积息很多 好接下来 哪种行业容易被淘汰呢 只想趁热度不图上进的公司 很多啊 防茂品拼命做啊 然后呢做的一模一样 被抓包了 公司很快就倒了 你刚开始赚到钱 没有被抓的时候赚到钱 对不对 那你都一直在趁热度 这个热度好 我就学这个 我跟你讲台湾以前就防茂王国 后来是中国是防茂王国 然后呢你看很多这种公司 根本没有办法经营 为什么 不可能长期有获利 因为呢 你被抓了以后呢 整个呢 我看也有很多艺人也是一样 他们呢认为说啊这个艺人不好赚 然后去投资一些东西 然后呢你看呢我们看到很多艺人卖假名牌 也是被抓了 对不对 一大堆 所以很多的行业呢都是如此 好 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 有一个女老板 她卖什么东西 卖那些玩具 就是像是很多人收藏的 收藏的那些什么东西啊 很多什么人物啊车子啊 就是都很有名的 结果他有很便宜的价格在卖 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获利 所以呢他趁热度啊 但问题是两年公司就倒了 现在欠债一大堆 大家追着他跑了 昨天我看他有接受采访 但是呢像这种能够被接受采访的比较少 或许他还有机会 他如果改善的话还有机会 好哪几种行业呢 对时事不够了解不再创新的事业 你知道吗就是老掉牙的事业 我看到很多老掉牙的事业真是很惨 那个店也从来不粉刷一下 然后呢人家现在在卖什么他也不知道 然后呢公司永远就做那几样东西 不图上进 不图改变 你想想看哦这个社会是瞬息万变 那你对事业呢对时事也不够了解 也不愿意去了解 然后呢不再创新 为什么很多Nokia会倒了 因为他没创新啦 被iPhone取代啦是不是 那山寨基不是就是仿冒品嘛 现在做不下去啦 因为没有人没有那么多人要买啦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这些行业是不是没有办法 就是被淘汰嘛 看到的就是一大堆被淘汰的行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昧着良心用最低成本赚高价的行业 就昧着良心的人一大堆 你知道吗 卖水最好赚对不对 卖果汁最好赚 多少人里面你知道吗 塑化剂装一大堆 他的家人他的公司的员工都不敢喝 就是卖给别人喝 不怕别人死啊 不怕别人死啊 你不觉得真是可恶啊 然后那个酱油啊 什么油啊 天哪有酱油 全部都是那个叫化学剂啊 卖一桶一桶的酱油到夜市去赚这种昧着良心的钱 另外那个地沟油炸鸡排 哇塞 有没有看过 地沟油 人家倒掉的油捞起来以后呢 稍微弄一弄 然后又拿回来整桶整桶卖 这种真的是昧着良心 下地狱的一大堆 真的该下地狱的一大堆 为什么癌症这么多 现在人就是这么可悲啊 所以外食足啊要小心啊 其实我不太敢在外面买东西吃 你知道那个摊位还有那个一桶水 就是一个晚上就那一桶水 很可怕 你觉得那一桶水会不会比你家的马桶更脏呢 肯定更脏 因为很多人的唾液都在那里面 他洗碗啊 对不对 就那一桶水 他没有流动的水 想想看多可怕的事情 还有看到那种工厂里面啊 还有老鼠啦蟑螂啦 满地跑啦满地爬啦 然后呢很多的食物呢 就是你要卖的东西全部都在那上面 我的天啊 老鼠跑到他那个 瓶瓶罐罐上面 一桶一桶上面 哎呦杀泡尿啦 拉个死啊你都不知道 吃下老鼠鼠你都不知道真可怕 好 那缺乏专业就是又不肯经济 只图谋一时的利润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就说他不愿意改善 不愿改善这种 在行业里面他不愿改善 那不愿改善的时候呢 比如说 没有专业知识 然后他又自认为这样就可以了 那不肯经济 很多员工也是这样子 自己专业知识不够 又不肯去进修 然后进修以后不得了啦 有些是进修以后不得了啦 哇以前什么都不会 那公司如果培养一下了 他不得了会了以后呢 比老板还伟大的多的是 对不对 好 那你要知道 现在裁员潮很多对不对 第一个被裁的就是你 后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所以呢不管是在公司店面 或者呢设很多工厂 我们看到那个起家的房子呢 或者工厂呢 他们不愿意搬 看起来都很老旧 但实际上呢 那老板呢其实是不错的 我讲去真的 因为他不会乱花钱 很多老板就是 喜欢华丽的外表 哦公司一定要很漂亮啦 然后呢装潢很华丽啦 但实际上呢 他根本口袋空空啊 所以你不要说小看那些小公司 有些小公司老板真的是很认真的 好那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2023年 接着下来就是华丽的外表 内在的空虚 你怎么样把自己的内在实在 哦扎扎实实的把哦 这个你的内在变成华丽的 而不要太在意呢 外表的空虚了 好所以呢2023年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 这样大家知道吗 不能光一个华丽的外表 而呢哦自认为呢 哦你很了不起 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别人比你更了不起 一三比三高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 来省事一下自己咯 心灵改革很重要啊 在2023年把自己沉淀下来也很重要啊 然后另外呢 把自己亲近更重要啊 好希望你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人哦 也不要是淘汰的那个行业哦 谢谢你们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下小铃铛拜拜 我一点点赞分享 我开心的时间 我会发愁 一天赞分享 1点赞分享